对于初学者来讲 先把动作做规范了 步伐转体 并步 对 很好 然后呢 可以慢慢往后退 加点摩擦 加大动作 对 可以加点摩擦 非常好 然后也可以前后跑动 对 进台打两 然后在中台打两 对 前后跑跑 对 非常好的 可以有机器人帮助我们发球的话 我们相对来讲 教练员可以腾出我们教练员的手 专注于他的动作和步伐上面 好 可以进台 加T 加蹭 加点旋转 很好 现在慢慢质量就加高了 一共我们是30个球 相对来讲 训练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我们的学生已经出汗了 左推右攻 上一球 反手 它有点沉 对 有点沉 所以要加一点点弧线 手腕稍微加一点点 很好 对 对于我们刚开始打的人来讲 他的步伐是很关键的 重心转换也是很关键 然后正反手的拍形转换 这也是初学者到高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很多学生打了反手正手是这么过来 或者打完正手反手是这么过来 对吧 所以拍形很重要